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察到的一些状况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影片首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三洋在米兰车展所展出的一些内容 其实在米兰车展里面三洋过去一直都有参展 不过只是偏向说他会去展览欧洲当地才有销售的一些车款 今年则是一个扩大规模来做一个展出 而且我们在事前就有收到消息就是 新上任的吴董事长会亲自来欧洲来做法表 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展场里面看到了两台概念的行车 第一台是Maxim T 这台车其实在展览前就有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已经有释出了 这台车当然它是采用一个运动苏特达大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它在欧洲做设计 整个外观它结合了一些运动还有租会的元素 在内裁部分呢在机械结构上呢它是采用湿式的离合器 并且用CBT传动 特别的是它在中传的部分是用链条链条来把动力带到后轮 另外呢它的整个后拳掉的部分呢是采用一个多连感的设计 而且是把它放在侧边 那我们从整个画面里面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可以调整长度的连感 可以做快拆调整长度的连感 这样的话它这个连感 这样子的一个调整主要是针对车高可以做一个立即的调整 当然对它整个悬吊的表现也会有影响 关于Maxim TL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去参考站长在稍早所做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影片 第二台概念车呢是NH Trazer 这台车呢其实稍早也有一些媒体已经有释出照片 这台车主要是针对去年开始 包含B&W跟Kawasaki 他们都有针对一些轻型的排气量 所推出的多功能越野车 这样子的概念 那山羊的NH Trazer呢 它所搭载的排气量是比较小一点 183cd的水冷引擎 最大马力达到18匹马力 那我们在现场看到实车呢 主要它是搭载一个长行程的悬吊 那另外呢 原厂已经有把它搭载左右的侧箱 那整台车看起来它的完成度是非常的高 那我想未来它应该会看反应喔 看看会在哪一个市场来先做上市 以上两台车呢都是 算是小菜啦 除了以上两台概念车的发表之外呢 那山羊它在现场又发表它跟 夸卓来做一个合作结盟 夸卓是一家瑞士公司 它发展出全世界第一台可以倾斜的四轮车 那它的技术呢 其实你一定有听过 它就是HTS 液压倾斜系统 那这样这个系统其实在 宏佳藤的3D350呢 上面就是采用这家公司所专利的系统 那在山羊与夸卓做一个合作结盟之后呢 第一台发表的车款 叫做FMX 概念车 那这个为什么是FMX呢 其实就是它采用的名字就是 凤凰的意大利文 Benetzi的把它做为一个解写 FMX 那这台车它在欧洲做设计 当然是结合了 西方的美学还有东方的文化 整个在外观上非常强野喔 它是用一个非常漂亮的红色 那另外呢 它有搭配很多的LED灯条 来勾勒出它的大灯 包含尾灯的形状 那我们从实车的仪表板上呢 可以看到 仪表板它右侧它有一个蓝牙图示 那未来应该是可以透过蓝牙 直接跟我们的智慧型手机来做一个连线 到底会有什么功能呢 我们也期待进一步的公布 那目前这个FMX 这台概念车它是搭载的是 业务CC0型所以它当然要直接导入国内市场 是非常快 但它属于一个全球战略机种 所以它未来会看市场的需求不同来导入不同的动力系统 那FMX它在发表的时候也有提到两个技术 我再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首先是ZRSG 零主抗启动发电系统 那这个系统其实很简单 就是它结合了一般我们机车上所需要的发电机 跟启动马达 把它结合在同一个电机上面 另外一个是ALEH 防后氧引擎悬吊系统 简单说起来呢它就是采用下悬吊系统 那在这次发表会中呢 其实还有一个彩蛋 这个在我们在事前比较不知道 那就是 FASSO跟三洋骑车 一起结盟之后呢 有产出一个Nuvian 这样的一个新的概念车系 这个Nuvian呢它是结合欧洲的设计品位 还有瑞士的先进技术 那当然还有三洋的相关的生产的技术 那最新发表的这款车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台三轮车 那也就是台湾车厂 它不管在3D350呢 或是官阳的CB3之后呢 三洋也要开始这个产品 那我们看到这台三轮车 它其实在外观上有非常多 跟FMX有类似的元素 包含它车身的试板 还有它车头啊 跟车身内部都有V字形的灯条 所以它跟FMX有非常多 有共通的一个元素结合在里面 那未来呢Nuvian还会推出更多具有创新设计 或是搭载新科技 这样子的三轮车或四轮车 那以国内的两大车厂三洋跟官阳来说呢 其实这几年三洋它们推出新产品的速度是相较来说是比较慢一点的 那我们也看到它这次透过跟国际的技术大厂合作 这个Quadro这家公司来做一个结盟 我们也期待呢 台湾车长他可以进一步哦 更站上国际舞台 那推出一些值得让我们骄傲的产品 那这是站长在米兰车展所做的第一线的观察跟报导 与大家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